为在台中市厚里区的启明学校 创立于1968年 是一所专门由视觉障碍生就读的特殊学校 为了庆祝2019年的圣诞佳节 12月24号下午一点半开始 启明学校校长廖连席 特别邀请风源高中的姐妹校 日本兵库县太子高校的合唱团 来跟启明学校的合唱团 举办一场以歌会友的活动 展现圣诞欢乐的美好氛围 以及台日双方坚强深厚的友谊 台中起名的学生特别练习了一首日文曲子 台中起名的学生特别练习了一首日文曲子 艺术歌曲 来跟太子高校进行交流 这一次的交流对于学生在他们的学习视野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充满爱心跟耐心的 启明学校校长廖连席说 启明学校除了有音乐课的训练 用来帮助这些特殊的小天使之外 也用绘画的课程希望丰富学生们的生活学习 为了这一次圣诞节的合唱会 同学们还特别练习的一首日本童谣陶太郎 而日本太子高校合唱团的师生们 也为台湾的朋友演唱中文跟圣诞歌曲 我们的台湾语也不太上手 但大家很开心地听听着这些课程 幽美的音乐开朗的歌曲 让启明学校充满了耶诞欢乐的气氛 日本太子高校的同学们还发送小礼物 给台中启明的老师跟同学 让圣诞佳节跨越国界 到处充满关爱跟温馨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